这个西班牙的非盈利居留的 它的申请条件是什么样的 怎么样才能申请到这个非盈利居留呢 申请条件呢就是很简单 它就是要求你有足够的 足够的这个 它就是要有足够的这个财产 来支撑你在西班牙的这个消费就可以了 足够的存款证明 它有一个标准 标准就是大家可以看这张表 这个呢 参数呢是538 537.84 我们算它538欧一个月 但是申请这个 居留的 居留的申请人呢 它是要求有四倍的这个收入的 月收入的就是 快2100欧了 就是你要申请这个非盈利居留 你要保证你有月收入 能达到2100欧 每个月有这个收入 就是中国呢 它一般这个月收入不好证明 那你有存款也可以的 这里一年的收入是 25800 25800呢就是 我们就算个25万欧吧 25万人民币吧 大家 如果说是一个人来申请 你就准备25万人民币 因为呢 它第一次是给你发一年的居留 所以你要保证这个一年的生活费 可至少是25万人民币 当然呢 这个非盈利居留 给大家提醒一点 就是 它 它没办法来申请家庭团聚 就只能说 如果你要带家人啊 一起来申请的话 你就 一起来申请 一起来西班牙的话 你就同时提交这个申请 例如啊 你的配偶啊 小孩啊 就同时来提交这个申请 进入西班牙 这样子 同时进入 否则你要等到这个 呃 住满五年之后 拿到这个西班牙长居之后 你才能申请家庭团聚 把你老婆小孩再接过来 这个就比较 时间就比较长了 是吧